各位听众早晨,欢迎又回来我们《芒向早晨》第二节 首先这里有我们澳洲的真BC 大家好,早晨 还有我家餐生的,如果觉得我们的节目OK的不妨share和like 如果未按订阅的话,麻烦按一下订阅仔 还有旁边的小铃铛,有新片会通知大家 虽然大家看到这个天气,多伦多的天气是天音音 因为昨天就热到云了,准备下雨 下雨好的,草都会生的 秋雨绵绵就有生机 大家要这样想 上一节就说了那些那些人 就是暴民政治,给那些所谓KOL也好 基本上有些盲模将些东西放上网 然后整班傻人就会走出来做事 是一个毫无脑根的一群暴民 大家记得以前香港人某一句话 最重要是对听还是最重要是好听 有个这样的东西 听到一样的 是啊 那就是了,其实啊,超一元先生 十年前已经捉了那些人的脑子 最重要是好听 那些话对他们听呢 是啊,可以脑点 是啊,几乎搞出人命点错相 那我又讲一下 那我又讲一下 其实呢,我们这节上讲一下 为什么 茅持 有很多传统泛民要缩细呢 或者要割席呢 或者叫做,叫大家静一静呢 是因为这样的 那老头社呢 就讲了 大家都知道啦 中美下星期呢 就在华盛顿呢 就恢复这个高级 高级别的经贸错相 那老头社就讲了 那 中国呢就会 准备要买六十万吨的大豆 那呢 那就是明年一月呢 就开始复运 那就是我看到不少的海外媒体 包括 听到国内有些消息 都是这么说的 就是说 中国 已经有 指示国企 要帮美国 开始又恢复买大豆了 那就是这个消息呢 大豆就在芝加哥的 期货交易所 价格上升了1.5% 那其实呢 我觉得呢 现在就是 之后啊 特朗普呢 好像这段时间讲话 又没有那么狠呢 他当然又说 是别人 中国国庆给面了 但是其实 我觉得呢 就是 大家可能 都是要 准备 我不敢说 会谈得成 但是大家都 有些 釋出善意的时候呢 那这班所谓传统友 黎智英旗下的 叫做美国的 就是代表某部分美国的利益 因为 我们以前都讲过啦 何同可能就靠民主党那边嘛 那这个代表 共和党的黎沙 肥佬呢 伴志黎呢 旗及旗下 一班叫做 传统奴法晚 那 准备释出善意了 就是这个公主两党 公民党 和这个 叫民主党 还有一些比较 传统一些 我们昨天都讲过啦 白头忠 梁耀忠 还有陈太 飞机好啊 谈吻好啊 都开始表达出善意 其实 我就觉得 就是 有机会是会谈下来 那如果真的谈不下来的时候 那 美国佬要 想交人头 或者找个看死鬼 说 那这件事啊 这班 走在前线 及一班叫做 叫做 叫做 很激进的网台主持 可能就会变成器足了 他们最喜欢说一句 共产党当你卫生根 他们最喜欢说一句 那些黄虫 黄虫就是 黄尸 黄梅 的麻木追从者 他们最喜欢说一句 是当你卫生根的 共产党 那 会不会这班人 将来都会变成了 美国政府的卫生根呢 应该就会 因为以前西藏都做了锅 美国出卖人 就很有名 都是我经常说一句 大家看一下 这个 台湾就知道 最简单 台湾都算好了 大哥 他现在都有蔡英文做总统 不是 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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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二次大战之后的波兰 二次大战之后的波兰 二次大战之后的波兰 是英美放弃了波兰 令到在波兰的反纳粹游击队被俄罗斯 被苏联炒起 这个是欺欺了波兰的 另外还有很多出卖人 出卖这个叫做伊朗巴列维政府 有少少不听他说 就弄了高美尼上来 搞到现在今天 搞到现在今天 还有越南 越南 南越 一张 一张照片 几张照片 就撤兵 搞到北越 还有西藏 还有委内瑞拉 现在的伊瓜瓜 可能就 伊瓜多 伊瓜多 你不动他 伊瓜多 你不动他 我就不出兵 你动他就出兵 还有敘利亚 对不对 是 香港可能也说 你不出解放军 我就不支持蛮友 你有本事就搞定他 其实我觉得现在都是这样 其实 林郑月娥应该就是想拖 拖到你没什么知 你后面 如果 那班人稍微 不出来说两句话 就是 苹果旗下 那些 那些 那些泛民 虽然 你可以说他在激进派心目中是没有地位 我都承认是没有的 但是有一班 浅王的 和同情者 就是可能是真的 只是很浅王同情这班人的人 如果不受到 他们的煽动 那你就没有了很多力 因为 大家不要忘记 可以捐到钱的 我觉得 都只是这班 叫做 钱王的中产 你那些出来的人 可能是有些人 有些人是有钱人的子女 但是 始终经济的实力是不如这批人的 另外 对现在来说 我相信 至少是会打完区议会 因为打完区议会之后 就可以重新 划那条街 知道你是不是DQ 譬如说 今天NOW 今天NOW NOW 新闻有个突刊 就是说 港国光复香港的人 都可能 会被DQ 到底会怎样呢 做了这个专题 就是说 这件事就要看下你们怎么办 你的选举主任 敢不敢DQ 港国光复香港的人 因为据我所知 现在 刚好有个人 在网上 整天呱呱吵 他说 他说我做过暴徒 实情这样做 这样说过 我决定去选举议会做素人 你给不给我 我就来试你一试 那到底你肯不肯呢 好像是那个人在假释 是在保释 是啊 那你肯不肯给他呢 是否DQ他呢 那其实这次拆到试沙煲了 是吧 我刚才我说的那件事 是网上的蓝丝标 流传出来的 哦 那先听住 五日未经证实 NOW NOW 分析就是说 现在泛民 就是人人词矮 那究竟怎么算呢 就是暗示 你究竟不DQ我呢 如果你不DQ我的话 可能就收到货 那 以泛民来说 就是 当然大家打仗 啊 如果你是当打仗挖战壕的话 原本 泛民就输到复直 被他DQ 那现在他就找人海战术 啊 又放炸弹又行 又推翻那条防线去前面 那是什么意思呢 向前推翻前的防线 那最好呢 之后就停了 不要再打了 如果再打可能都真的没力 而且不要忘记 这一次 那些人的战术 等等 是很职业化的 你都不知道 那个面罩背后的 是不是香港人 平心而伦 大家都见过 有一个 放火烧纸皮 我相信是全世界 玩这些东西的能手 都已经来到香港 或者受人 或者有人指导 当然是指导 一个阿水 又带着一个小队 去做这些东西 香港警察 基本上 大哥 你刘德华的气 就是说 我是可以对付恐怖分子的高手 而现实上 你是差几皮 就是差一皮 是不是 还有美国大选 其实特朗普 例如多或少 都需要一些利好消息 不管真真假假 大大小小 这样小的 我只是可以取得很大 我想 其实 如果 继续买东西 继续买大豆 大家如果有 留意新闻 其实要放 impeachment 上次他贏的要放周分,现在民调是落后不少的 这些周分其实很重要,上次贏都是因为要放周分赌歌 在民主党赌到特朗普那里 如果农产品再被买的时候,特朗普又可以说 我做到事,做到事,做到事了,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拿回叶外周分的声势 一拿到叶外周分的话,他连任有机会的时候,他就什么 他就松一松章,大家谈好他 这班卫生巾就很快就用完了,就放下垃圾桶,卷起来 是吧? 最重要的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他现在都危危苦 因为被人弹劣,他自己都心虚的 所以他更加需要这个利好消息 很多人其实寄望阿侵,寄望美国是一厢情愿的 我平心而论来说 这个反而是他的死位 寄望任何西人都是一厢情愿 利窮则散 除非,美国自己本身立国那时候 他们都寄望于法国去帮忙 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说 我有赢的机会 所以他有赢的机会,法国才帮忙打的 因为社会花了很多钱 而另一样东西,如果大家不明白的 就是记得一下太平天国 欧美国家在那里看 基本上一路等,看看你哪个佔优势 他们发觉太平天国是不行 于是就出了对雇佣兵 尝尝军也好,什么都好 给清廷所用 就打,开始他们都说承认太平天国 后来就反水 还出去尝尝军,打到你 打到你帮人偶劣 就是这样来的 还有怀军啊,很多军火啊等等 给你清廷去打赢他 那大家就明白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们这帮人是没办法赢的话 人家就走投 大家不要忘记当时,为什么苹果日报说要转台 要叫民主党投这个政改赚成一票 老实说,大家都知道是美国是什么 美国佬叫民主党 被人出卖过 他们经常说共产党不可以信 一定出卖你 那你这帮蠢人 被美国英国出卖过这么多次 你们都看不到吗? 不是看不到 其实他们是白人自上主义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白人自上主义 只不过他们是一个有白人自上主义思想的王总人 跟陶杰一样 可能是,但我觉得他们是没得选 唯一能够抗衡内地的只有白人 如果不是郭文贵,为什么要叫他去美国呢? 还要收捐款 是的 不过说起,有件事我们要赞一下自己的到最后 都差不多时候了 我们到最后都要赞一下自己的 我们和社长曾经提过 叫这个马会和港铁 用这个白人 顾容兵啊,常胜军对付衣服 说西人 说西人 西人 是的 结果,昨天我看到有个post 就是他们用黑人的大只佬站在那里 好像六尺多 听他们说 是 六尺高的黑人保安 即刻 即刻可以开到财马日 是 即刻风平落静 证明 我们芒向是 不单止重 而是我们芒向的建言是有用的 对这个社会是有用的 我们应该给一些掌声自己 因为其实有 那些朋友呢 即是PM过我们 即是我们知道他是谁 算是有头有面的人来的 那是马主来的 所以他应该是有和马会反映的 这个是真的 是有马主听我们节目的 有不少数 是的 那多谢大家 那其实这节都差不多了 是,那我们晚上会有节目的 不过到最后我想说 我想补充一下一些事情 最开心的就是 我们做的节目 是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 不是叫别人移民 是骗钱的 那 或者不是冷气军司 因为我们不会叫别人冲 所以不是什么军司 不好意思 是 是 那这样是我觉得最欣慰的 好 多谢大家收听 好 拜拜